欢啦啦,我是抓马 今天来看美国恐怖故事第四季 剂行秀第四集 上一集,万圣节的噩梦双面人被爱衣召唤而来 在放过大胡子妈妈一命后 她继续进入一间间房间 听怪人们诉说自己人生的羞耻 半生女因病在两岁时下半生被截肢了 被父母抛弃的她过上了乞讨的生活 后来她因为嫉妒拥有健全身体的人 杀死了一名总是在活蹦乱跳的乞丐 海豹人则是出生期便双手萎缩 无法像个男人那样打架让她很是自卑 她最终在全身闻上了可怕的图案 而胡椒夫妇则因为大脑发育障碍 反而活得很开心,没有愧疚 这些人都不是双面人要找的纯粹的机型人 双面人最后来到了爱衣的房间 一度以为双面人是好莱坞经纪人 爱衣俨然一副明星的样子 端起架子滔滔不绝 当她意识到眼前的人是被自己召唤而来的双面人时 本能地拒绝承认自己和机型秀的团圆一样 没有人可以骗过双面人 不论爱衣看起来多么完整 没有双腿始终是事实 爱衣终于露出了怯懦的表情 娓娓道来自己黑暗的过去 20年前,爱衣还是个身体健全的人 她在德国做着应招女郎 并且凭借着超强斗S属性 成为了最红的琴色明星 但暂时的人是疯狂的 在一次色情片的拍摄中 爱衣被人吓药 意识模糊间,双腿被锯掉了 为了拍摄虐杀电影 数不尽的人像爱衣这样被毁坏 爱衣算是幸运的 她被迷恋自己的德国大兵所救 活了下来 但代价是失去成为一个真正明信的资本 自己引以为傲的双腿 向来直高气昂的爱衣 第一次流露出绝望的表情 她不再恋声 请求双面人杀死她 双面人也觉得 爱衣似乎就是带走的人选了 就在双面人准备杀死爱衣的时候 她又感应到了其他寄行人的存在 原来,先请小美女去小镇打电话 龙虾男也一直陪证 可摩托车忽然没油了 因为已经到了宵禁时间 为了避开巡逻的警察 两人只能走小树林 就在这时 他们听到了呼救声 赶紧躲起来偷看 那个人质小姐姐又趁小丑不注意逃跑了 当然这次也被抓了回去 正义的化身龙虾男可不是凶手旁观的人 他带着小美女跟踪小丑 发现了小丑的藏身地 小镇连环屠杀案的凶手 晃悠了那么久 可算被发现了 可就在两人准备去报警的时候 一直埋伏在一旁的公子哥 偷袭了他们 小美女醒来后 发现自己被关在了一个箱子里 带着面具的公子哥 正要给人质表演分尸魔术 随后醒来的龙虾男 即使打晕了公子哥 救下了差点被截肢的小美女 龙虾男和暴走的小丑扭打在了一起 在他的奋力抵抗下 三名人质和小美女顺利逃走了 就在小丑准备杀死龙虾男时 双面人出现了 双面人毕竟不是人 瞬间控制住了这个变态杀手 他一视同仁地 要求小丑说自己的故事 面对恶魔的化身 小丑乖巧地脱下了面具 面具下面是一张被撕裂腐烂的嘴 强忍着疼痛 小丑开始诉说自己的黑暗过去 智商有些些不够的他 曾是马戏团里最受孩子们欢迎的小丑 小丑喜欢孩子 也热爱自己的工作 直到有一天 小丑被团里的畸形人们算计了 畸形人嫉妒小丑招人喜欢 于是欺骗愚笨的小丑 说警察要来抓他 吓得他躲了起来 从此丢了工作 小丑只能在郊外破车 也就是现在这个藏身地居住 他把废物做成各种各样的玩具 跑到小镇里逗孩子们开心 但没有人喜欢脏兮兮的小丑 大家都以为他是变态 绝望的小丑吞枪自杀 没想到自杀没成 打歪了嘴 落得了现在的样貌 在这种可怕的样貌下 根本就不会有孩子喜欢小丑了 小丑认为 这一切都是畸形人算计自己造成的 他开始痛恨畸形人 杀死那些他认为对孩子不好的家长 甚至还自以为贴心的 给孩子找来漂亮小姐姐做保姆 自始至终 小丑都认为自己是一个 为孩子们好的善良小丑 这个愚笨的小丑 可怜的过去 让双面人为之动容 他最终杀死了小丑 小丑的灵魂从身体里钻了出来 他不再残障 跟着双面人和其他畸形人 一起消失在了黑夜中 小丑死了 小镇的人们得救了 帮助人质们逃跑的龙虾男 成为了小镇的英雄 小镇居民们带着礼物 来到马戏团表达谢意 和团员们互相握手拥抱 这是激行秀团员们 第一次被小镇居民认可 这一天 也是激行秀的票第一次授请 话说回来 在小丑被杀死的万生夜里 公子哥悄悄拿走了他的面具 戴上面具的公子哥 仿佛获得能量似的 面对把自己当熊孩子的女仆 一刀子割了他的喉 终于完成手杀的公子哥 激动地笑了起来 一个新机型宣告诞生 第四集到此结束了 这一集主要讲述了 爱姨和小丑的过去 一个是打着保护激行人旗号 利用激行秀延续自己明星们的过气艳星 一个是罪不可赦的变态杀手 但他们黑暗又悲惨的过去 却让人同情 双面人一直说要寻找纯粹的激行人 本以为他是要带走一个最讨厌的恶人 最后带走的 却是始终认为自己是好人的小丑 小丑固然食恶不赦 他的可怜之处 是他原本有个好的出发点 却在逼迫下 酿成了坏的结果 我忽然明白了 这个代表着激行之神的双面人 真正寻找的是一个寻求解脱的激行人 他把小丑的灵魂带离了这个让他伤心的世界 爱姨和团圆们的内心还有对深的渴望 他们曾经犯的罪 也应该在人世间偿还 好了 下一集 让我们看看几个可恨之人的激行进化史吧 求留言求弹幕 嘿 求留言求弹幕 嘿嘿 求分享求关注 呵 求分享求关注 呵呵